就我覺得 小賴如果平常是 真慾或是好人的時候 他不會講這句話去填充 他還說那我還要說什麼嗎 也要停了大概兩三秒時間 我覺得比較像是 他原本要汗跳 也要講一套說詞 結果發現他的前置 我也有人幫他帶跳 不知道要填充什麼話 所以會有那個心虛感 那我覺得三號牌會進坑的原因 是因為 三號牌是在接著四號 講完的下一格 他直接忽視了四號 會口話說 四號牌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是你就說 但你有點口誤 沒關係 那我覺得四號還是好 就是你把我打進坑 你還沒聽過我翻 你就把我打進坑 但你去保了一個口誤的四號牌 會讓我覺得你的視角 比較坦一點 然後加上你是第一個直接起身 有點帶風向 帶到一號牌的時候 它是原始調味那個 你說十二沒那麼笨 會讓我覺得三十二比較像隊友 那我覺得我現在的坑 可能就是 然後再一張的話 我可能會從 我原本覺得 十有可能是那個容錯 但是十我覺得聊得非常好 然後先跟你們好人聊一下 我請上的效益就是 我認為十二可能是原始起跳位 所以我要做一個壓跳的行為 讓十二不去起跳 沒有啦 只是在想說 九號牌會不會那個 在… 九號牌你不會犧牲一張 你的狼同伴去做這個操作吧 那我覺得我比較有爭議的點 是十一號跟四號 因為有些人覺得四號好 我個人是比較像覺得十一號好 因為其實剛剛九號 錦上跳的時候 然後所以四號你聊出那件事情 說十一號他睜大眼睛去 看著一號的時候覺得 他跟他站不同陣營 我覺得這很像一個 真正的心路歷程 因為我剛剛其實原本 也是這個心路歷程